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金 这两天非常热闹 爆出大瓜了 中国网球明星彭帅 在他实名认证的微博上 发出千字长文 曝光了他和退休 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之间的 不伦之恋 立刻在墙内墙外大热 这个瓜可比什么李云迪嫖娼 要来的猛的多了 他这个帖子呢 虽然说只在微博上 生存了短暂的一会儿 但是因为料太猛了嘛 立刻就被网民们截屏保存 火变了墙内半 甚至纽约时报都很快登出了报道 可见是条轰动性的国际大新闻 那这个事情出来星期二 我没有更新咱们这个频道的内容 所以呢大媒体和自媒体朋友们 都已经聊了这事了 那咱们今天呢 就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出发 从破案推理的角度 咱们来找一找这个故事的蹊跷 和可能背后更多的故事 彭帅的长文呢 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位怨女的序道 那咱们先来理一理线索啊 粗略的时间线 是两个人最早发生关系 是张高丽在天津主政期间 然后张高丽高升去北京做政治局常委 两个人就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断了关系 又恢复联系呢 是在三年以前 也就是2018年 关系闹掰呢 是在今年的十月底 彭帅明确提到的时间是 在三年之前的又七年 两个人就已经有性关系了 所以两个人第一次发生关系 可以追溯到2011年甚至更早 那么从一开始 彭帅是被胁迫的 还是说自愿的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在三年前 也就是2018年 当时已经退休的张高丽 又通过中间人找到彭帅 约他去北京康明大厦打球 完了以后呢 张高丽夫妇就邀请彭帅一起去他家 那这一回呢 又发生了性关系 不过彭帅说这一次自己很害怕 并不愿意 所以严格的说这一次发生关系 是在老张的胁迫之下完成的 应该算是性侵了 在那之后 三年期间 两个人就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情人关系 彭帅是表现的半推半就 还投入了相当的感情 作为一个爱情剧本 您信吗 而且很奇葩的是 张高丽、彭帅 以及张高丽的妻子康杰 他们有不少共同相处的时间 正是这种很古怪的三角关系 成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在这个故事当中 张高丽的妻子康杰 扮演了一个特别尴尬 特别奇葩的角色 2018年那一回是张高丽夫妻俩 一起邀请彭帅去他家的 大家琢磨出味儿来没有 这里就有个暗示 就是那一回彭姑娘被老张逼肩 那是张高丽夫妻俩事先合谋的 她太太一开始就是知情的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那个场景 如果当时只有老张一个人邀请 彭帅很可能会觉得不安全就推脱了 正因为张高丽的妻子也在旁边 就让受害人放松了警惕 结果一去就小白兔进了大灰狼的窝了 而且居然呢 这事发生的时候 还是张高丽的妻子在外面把风呢 你说这叫什么事吧 但是呢 张高丽的太太心里确实窝着老大的不痛快 在共处的场合呢 语言上就阴阳怪气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给彭帅以伤害 这是制造矛盾的一个方面 彭帅在这篇长文当中 说自己对名分很看重 想活得简单点 其实这里也有个潜台词 就是要和老张摊牌 那张高丽呢就安抚她 咱们可以好好谈谈 结果到了11月2号约好的这天时间 张高丽又爽约了 打来电话说以后再联系 就像当年她从天津去北京一样玩消失了 要和彭姑娘切断联系 那彭姑娘就毛了 我就豁出去了 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 这是大致的脉络 但是请大家注意细节 首先是关键的时间点 彭帅的长文说10月30号争议很大 这说明个啥呢 就说明10月30号这一天 是一个摊牌的矛盾爆发点 彭帅自称对名分很看重 想过的简单点 但是您想过的简单点 你完全可以自己消失啊 出国去天涯海角 别人找不到你的地方不就完了呗 所以所谓想过的简单点 无非就是摊牌的理由 就是你要补偿我的意思 你补偿我了 我就简单了 但是彭帅并没有说 摊什么牌 向张高丽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张高丽离婚去娶彭帅 那是绝无可能的啊 咱就不说这个党内会造成多么 恶劣影响的问题 你就看看这俩人的年纪吧 张高丽同志出生于1946年 彭帅呢出生于1986年 差了40岁 这都不是大叔辈子了 这都靠着爷爷辈子了 让彭帅嫁这么一老男人 你问他自个儿乐意吗 估计也不会乐意 所以这个摊牌的内容呢 我认为还是应该朝财产呢 还有用特权关照家人呢 这些方面去想 打个补丁 我知道不少朋友 包括metoo运动的支持者 只是单纯的把彭帅 当成性侵的受害者来看待 但是我的头脑呢 就不那么天使纯洁一些 重庆话叫老口比较蓝 我会从更加世俗险恶的角度去揣测 当然不是说彭姑娘险恶 而是对那个环境的把握 这种事很难单纯的了 彭帅说10月30号晚上他们争议很大 潜台词就是要价有点高 张高丽为难了 甚至后面几天都想躲着彭帅玩消失了 那彭帅呢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这段不伦之恋公布了 所以这里彭帅看起来是客串了一把朝阳群众 确实他也有可能从张高丽的语气那里感受到了危险 摊牌摊崩了这意味着什么呀 要知道和你谈话的人是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同志啊 谈崩了很可能意味着你会被灭口消失 就像当初那个军中妖姬歌星汤灿一样 从此人间蒸发了 所以抢先一步披露把事情搞大 对彭帅自己是安全的 那篇长文呢你看起来是像一个愿妇的序导 但是彭帅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做出果断的判断 应该说他头脑还是相当清醒的啊 这个事情的真假我认为没有太大的怀疑 彭帅自己是名人 在网谈职业选手世界排名当中 他最高排到过14名 现在也是在前100名以内 每网闯进过前四强 在法网上他得过女双冠军 作为这么一个名人 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去编他和张高丽之间的绯门故事 承担这么大风险 所以总体上这个事情有是可信的 但是他的爆料也不是说全无疑点 那就有这么几个疑点 咱们接下来巴拉巴拉啊 首先是彭帅强调 他和张高丽之间纯属感情纠葛 就是个老男人出轨的八卦故事 他并没有暗示老张任何贪腐的线索 或者滥用职权的问题 彭帅是说自己从认识张高丽第一天起 就没有用过老张一分钱 也没有利用过他谋得过任何好处 那听起来呢是彭姑娘表明 我就是个纯情少女 我不是讹人的小三啊 其实呢他也是从侧面去说明老张啊 也是个纯情老男人 并没有像别的贪官那样买豪宅啊 花大把的钱养情妇 所以这个表态呢 其实是把张高丽从贪腐嫌疑当中给解脱出来了 因为一般谈到情妇你都会想到贪腐嘛 所以呢就把这两个事情切分开了 这只是老张晚节不保老来风流的故事 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 其次呢就是这个故事它很符合国际媒体的偏好 就是世界上的左派大媒体是很关注这类题材的 像什么女权啊性亲啊有权有势的老男人 对弱势女性的性压迫啊就很喜欢炒作这类话题 所以你看左媒大报纽约时报 立刻就把这个故事给登了 扩散到全世界 就算这个故事在墙内立即被封杀 但是它也立刻成为世界性的大新闻 只要一发出来 它的政治影响力是保证了的 也许呢这是个巧合啊 它刚好这个题材也被西方媒体所喜欢 但是在我看来呢 咱们也不能排除这背后有人给彭帅怂恿之招 设计过方案 还有一点呢就是彭帅说三年之前 也就是2018年和张高丽再度发生关系之后啊 张高丽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 两个人其后就像恋爱一般相处啊 张高丽跟她谈天说地 彭帅也对老张培养起了良好的印象 老张很能白货呀 又是聊宇宙 聊近代史到古代史 再聊万事万物到经济哲学 把小女孩唬得一愣一愣的 哇你好鱼渊博哦 你好有头脑 好有魅力哦 曾经对张高丽有一定了解的何清莲女士 就对此存疑 张高丽在深圳主政期间 曾经闹过一个笑话 就是她在看一出话剧叫深圳故事的时候 序幕里有夸父逐日这一段 夸父其实正确的念法应该叫夸父 但是我们就按照一般的念法念夸父吧 张高丽当时就问这个夸父逐日代表个什么意思呢 宣传部长余佑军就回答他说夸父是代表了深圳的拼搏精神 这出话剧就叫做深圳故事 应该说这是话剧里引用这个典故的用意 只是余佑军呢 没有给老张讲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是在山海经 张高丽当时就点头称赞 说夸父是个好同志 好招大家要向他学习啊 就闹了这么一个笑话 在深圳的新闻界是尽人皆知 怎么一转过脸来 张高丽在彭姑娘面前就变得这么博学多才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了呢 确实很令人费解啊 我思前想后想到的唯一理由是 从2017年开始 文昭谈古论金油管频道开播了 张高丽同志及时订阅 意气不辣的都看了 还拿小本本都记下来了 而彭姑娘呢从小离家从事体育读书不多 老张就献学献卖表演张高丽弹古论金 几轮轰炸下来 小彭姑娘就被震撼了 炸晕了 就被俘获芳心了 所以呢我才经常说 订阅文昭弹古论金很有价值啊 好处除了锻炼分析能力 在乱世当中你能比别人跑的前面一步啊 这是一种重要的生存优势之外呢 还有更现实的用处呢 那就是有利于霸妹啊 说你跟妹子一起看戏的时候出现了夸父逐日的典故 女生就问夸父夸父是谁啊 你在一边很自信平静的说 夸父是个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出自山海经 但是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的意思 你看顿时你在妹子心中的形象就高大了几个段位 你说你穷一点请不起女友吃大餐 高消费不起吧 没有关系 和你在一起要有趣 这一点也很重要 也是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啊 你看人家张高丽一通谈古论金 就斩获了妹子一枚 何况你比人家老张还年轻这么多呢 今天是2021年11月3号 再过一个多星期 11月11号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光贵节了 请问你脱单了没有啊 还没脱单呢 那还不赶紧的订阅文招谈古论金 如果妹子对什么文史啊 哲学经济不感兴趣 别怕 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频道 文招思绪飞扬 有各种脑洞故事 还有破解迷暗 讲各种神秘现象 如果妹子喜好这一口呢 也够你好好显摆显摆的 好吧 我承认 我只是趁机消费一下老张 给我自己做做广告 咱们还是书归正传 回到正经话题 就是说彭姑娘 在她那个长文当中 虽然是忧怨之语啊 但也包括一些 对老张的意美之词 并不符合实际 那就是故意给张高丽 维护人设 还是留有余地的 所以大家看看彭帅 作为一个运动员 捅出这么一个天大的娄子 还知道有收有放 有打击 也有回护 显得相当有心机 令人刮目相看的 她还真的不是 像一些朋友说的 就豁出去了 鱼死网破 蛮干这么简单 也许彭帅真的很有心计 也许她是得到了别人的指点和辅导 当然最令人称奇的一点呢 就是这么个大瓜 爆出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 前有李云迪嫖娼被封杀 后有十九届六中全会 张高丽出了这么一大瓜 请问老张要不要封杀呀 要不要从此以后 党内党外大小活动 把她全面下架呀 下架这个事儿 其实不用公开说 你张高丽前政治局常委 你人大脸大的 出了这么大一丑闻 你也应该从此闭门思过吗 从此不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 也不出席任何正式非正式的场合 对吧 对 这就是要达到的效果 我们回顾一下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 纽约时报 就曾经爆出过 温家宝家族的财富 那是上一回的大瓜 当时中共高层 正在为下一届的人事安排 做最后的博弈 也对如何处置薄熙来 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温家宝作为 当时在任的国务院总理 应该说 在这两件事情上 都有很大的发言权 这个时候 外媒曝光他家族的经济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堵他嘴的意思嘛 你家里都不干不净的 你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怎么处置薄熙来呢 那一回爆料背后的操刀人 应该就是周永康他们 但是似乎那一回并没有下退 温家宝 薄熙来后来还是被判刑了 连周永康也倒了 那你看这一回 纽约时报又忙不迭的 把张高丽副总理的绯闻拿去收藏 转发点赞三连 真是十处打罗 九处有他呀 具体的呢 我们是不知道 像老张这样的退休政治局常委 还能怎样影响时政 也许通过他在官场当中留下的人脉关系 也许还有别的途径来影响 总之呢 退休常委影响力仍在 这是中国政治的日常 否则你看也不用周永康都倒台这么多年了 老清理余毒也清理不完嘛 张高丽现在被来了这么一下子 那应该就是永久下架了 那在习总通往连任党内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路上 将不再有张高丽这号人物的声音了 这就是彭姑娘爆料的客观结果 咱们先别管 他主观动机是什么 这就是客观结果 但是由于刻意回避了贪腐的线索 对张高丽的打击还是有限的 中纪委呢 不会半夜去敲老张他们家的家门 这就是目前这个事情的状态 时事话题呢 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明天星期四 我想在会员网站上来聊一个 我自己觉得很嗨的话题 就不是什么政治局常委的绯闻故事了 有两类话题我自己是很嗨的 一个呢就是谈古论金 用古代的故事来分析当前的时事 另外一类呢 就是我自己看法有转变 完成了认知迭代升级的话题 那我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呢 就想来聊后一类话题 我得承认啊 长久以来我对蒙古帝国的认知 那就是文明粉碎机 走哪儿就灭到哪儿 他们是冷酷无情极具破坏力的 蒙古人的天才啊 应该说长久以来是被东西方历史学家 刻意忽略的 你看西方军事史上的战神们 排头三位的是 亚历山大大帝 凯撒大帝和拿破仑 再往后排呢是什么 汉尼拔西匹亚这样的名将 他一般不会提到蒙古人 觉得蒙古不是我们西方文化圈的 可是你要看中国历史上的战神呢 大家一般想到的是 孙武 岳飞 汽光这些人 也没有人想到成吉思汗 东西方的历史都刻意忽略了 成吉思汗和他子孙们的天才 似乎他们简单的只是一群彪悍的游牧民族而已 毛泽东还嘲笑人家呢 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是湾弓射大雕 你不过就是武力之强一点 射箭射得远一点 射得准一点而已嘛 你没头脑没文化 毛泽东是这么笑话人家的 可是成吉思汗千真万确 不是只懂得湾弓射雕啊 他和他的子孙 应该说是那个时代 具有最杰出的战略头脑 是最杰出的军事天才 也拥有最杰出的行政组织能力 这个看法的转变呢 是来自于我更加详细的了解 蒙古灭宋的历史 为了避开南宋的长江防线 以及避开四川这个长江上游 胶着的主战场 忽必烈做了一次大胆的战略迂回 他尝试从陕西出发 经过川藏一路向南到云南 攻灭了大理国 准备呢绕一个大圈 从这个软腹部攻击南宋 虽然这次行动在灭宋的总过程当中 起了多大作用 还可以商榷 但是这个想法 大家感觉到没有 相当具有想象力啊 令人拍案称绝 他由北向南跨越了三分之二个中国 这种尺度的大包抄大迂回 你不要说是在古代啊 那个时代通信的速度 不会超过马奔跑的速度 就是在有卫星通信和发达交通的现代 也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 他们那个眼界和思维的宽度啊 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 真的是以天为炉 以大地为棋盘 在下一盘大棋呢 蒙古人的头脑和行动能力 绝不是弯弓射雕 这个总结这么简单的 想象力贫乏的人呢 他就乏味可憎 就是魅力值很低 想象力一旦宽阔了 你敢想别人不敢想的 干别人不敢干的 这样的人就有魅力 所以只要我们稍微走出一点 汉民族的那个民族感情 跳出那么一点偏见 你就不得不承认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 真的是当得起天之交子四个字 作为军事天才 甚至在古代史上 只有亚历山大大帝 能够与成吉思汗比肩了 明天咱们在会员网站上 我来发一番感叹 来聊这个话题 那在文昭谈古论金 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 谢谢大家